卢彦勋跳出来支持体改 体育术提供 体育中心综合报道 近来协会改选引发许多争议 体育书长林德福还因此遭体谈内部抗议 台湾网谈一哥卢彦勋今天跳出来支持体育改革 并强调不担心卷入政治的蓝绿之争 只要谁能够让体育环境越来越好 这不是蓝绿黑白的问题 这是大家都要一起努力 让环境更好 卢彦勋表示体改是希望能改善体育的工作 相信大家对这一个行动都会感到支持 也希望自己能尽一份力 身为运动选手长期在体育环境成长发展 也是希望借这个行动让体育环境越来越好 卢彦勋指出各个协会都有利有弊 都有做好做不好的地方 特别对运动员来讲 希望能够建立一个更完善的制度 很多运动员碰到一些问题 现阶段有些事情没办法解决 也不是说透过这个东西就可以完全解决 只是说这个行动是让整个体育界有一个更好注入新活力的动作 有哪些问题急迫需要解决 卢彦勋说资源上的一个分配 还有很多项目也是长期积累 就是在电视机前看看替选手加油 这次就是可以真正亲身真正加入到协会去了解运动 把自己想法力量注入到协会去 至于会不会被牵扯到蓝绿政治一提 卢彦勋不担心 对我而言蓝绿都一样 只要谁能让体育环境越来越好 这是大家都要一起努力做的 书长有这样一个动作 在精神上心动上我可以支持 当然谁有更好的构想 更好的方式让整个体育界体育环境变好 大家都乐观其成 每一个民众都会非常开心